好,在前面我們已經用George Bra來做出這個反彈 但是我們有一個疑惑就是說 它這個的反彈次數到底跟這個角度呢 它的關係是怎樣,要如何去表示 好,那你有想法嗎? 為什麼18度的時候它5次就回來? 我是想說我把18度去乘以2等36嘛 然後36之後我去求出它的弧場 然後再去用300,用整圈的弧場去處理每次的規律 就是因為每次的譬如說P2跟P8之間 它的弧場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去把它處理相同的弧場 我就可以求出要幾次才會返回到本來的觸死點 嗯,再講明確一點點 例如說現在18度那應該是怎樣? 我想18度是5次 P10到P1的圓形角 你說100多加減36,144 144,好,那所以你看喔 其實我每次轉了144度 那P1跟P2它也是什麼? 144 所以其實這個入射角呢 其實它就決定了這個圓形角 好,那其實所以我們現在的問題其實是怎樣? 每次便宜都144 好,那這時候呢 N4之後呢,它的偏移角度就是144乘N OK,就是它轉的角度 好,例如說我現在兩次是轉了280% 那3次呢,就變成什麼? 3次就變成那個144乘3 4次就144乘4,5次就是144乘5 OK,可是144乘5是多少呢? 144乘5是720 對,那所以怎樣? 720是360的倍數 所以 它會回到 就是只要到360的倍數 都會回到本來的出息數 所以其實這個關鍵就在於144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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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乘5的最小正整數乘5到底是多少? 好,那所以今天呢,如果今天把它改成怎樣? 改成那個15 好,改成15的時候呢,其實每次就轉了150度 那150N要等於360K的最小N值是多少 五分等於12K所以需要轉12次才會 需要反射12次才會到出生點 的確就是12次就會到 所以字體的數學上其實就是怎樣 就是說N就等於360除掉什麼 150跟360的最大供應數 所以GCD是最大供應數 所以這時候15的時候就12次 好那我們可以再去想一下 所以今天如果是16的時候 這最大供應數是4 所以只要94才會疊在一起 真的非常非常多次 但如果是現在這裡是18 這時候是5 就可以看到5次 那這裡這個時候都可以看到不同 那30的時候剛好120 就3次就回來 所以我要先找到例如說 例如現在是9度好了 然後我就要先找到遠心角 然後再去看遠心角的最大供應數 然後再用360去除 這樣就可以得到 就可以得到整數倍 所以我們再分析一下字體的思路 這整體的思路應該就是說 就是說一開始呢 我看這個反射呢 其實就是要先 每次移動的這個角度是多少 其實關鍵就在這裡 你可以注意到它每次 就是它下一次的位置 你可以用這個角度 來描述它的關係 那接下來呢 你就是要再問說 所謂可以重疊就是什麼 可以重疊就是 它的幾倍是360的倍數 對 所以掌握這兩個觀點 其實這題就可以解出來 好 那 重要的呢 也不是這題怎麼解 重要的是說 我們在探究這個問題的過程 我們剛剛透過這樣分析 那還有一開始呢 我們把這整個圖把它畫出來 其實裡面都有很多 這個通用的智慧 那就是回到我這個一開始 這個 次的目中 對 就是說問題拆解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要數學化 那接下來就是 數學化的指令化 就是明確操作 那最後我覺得這個 最後還是要去反思一下 就說 剛剛裡面的這個現象是怎樣 例如說我們剛剛做出來 然後最重要的在於反思 對 如果反思得出來的話 就是代表這一題 以後遇到還是會這樣 或者說我們其實 重要的是我們是要 會這能力 這題其實可能以後不會再出現了 但是我們這能力呢 其實可以遷移到其他題裡面 其他的問題 OK